这大概是本届广州社长最火的展台了 飞什么呢 321咱们看一下 理想的Mega 当然咱们是一档技术节目 所以说呢 这个不是重点 镜头一转 看这里 白车身 也是这个人山人海 大家就是 这个跟着我镜头 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那这次呢 也是很有意思啊 整个这个 你想想一个五米三几的 这么大的MPV 还是一个短头子弹头的这样的一个车 它的白车身 其实也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所以说呢 这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很多的结构 一览无遗 咱们先说车头啊 因为整个这个白车身 对吧 尤其是这种MPV 它先天会有一个劣势 就是它坐舱会坐得很大 所以说呢 它白车身想做安全也好 想做钢性也好啊 就是各方面呢 它其实对于工程师的要求很高 那我们先从前面看啊 我们可以看着啊 这边其实是这个前防状梁的一个状态 挺夸张的 包括它尺寸 包括它的一个覆盖率 以及说底部其实也是做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强化处理 然后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着啊 这个纵梁 其实它这个溃缩 这个都是很正常状态 但是头短 怎么办呢 它的溃缩区虽然有限 但是它尽量的靠这个纵梁的一个尺寸 去吸收掉它的能量 然后在里面呢 其实是有这种类似于扭软壳的这样的一个 把这个力分散掉也好啊 或者是做强度也好 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呢 我们可以看着啊 前面这边的一个支架 其实这个支架呢 也是因为它这个头很短 所以说这个支架呢 也是做了一个强化的设计 在应对正面碰撞的时候 这个支架也是起到一定的强度 那当然呢 这样的车呢 也是为了应对一个小重叠轿要碰撞 所以我们可以看着一些结构 比如说这个shut gun 绿色呢 其实强度是要比银色要更高一点的 那整个这个shut gun 我们可以看着它是一个闭环的状态 它是在这个正前方应对碰撞之后呢 有点类似于气局宝帅那种丢轮的一个 跟沃尔沃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包括它的塔顶呢 也是采用这种助理的塔顶 那行 这些方面看完之后 我们往后走啊 接下来聊聊A柱啊 这个车的A柱也很有意思 它的整个A柱肯定都是热成型缸了 但是由于它这个为了一个低风阻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它看着是一个双A柱设计 但真正的强度是里面的这个A柱 而外面的这个A柱呢 更多是在于 看跟这个shut gun是有一个路径的重合 所以说它更多是坐在一个稀能的溃缩的设计 除此之外呢 给大家再看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着啊 它这个前轮拱的扭转格也是非常的夸张 一个大的助力件 那这些都是应对一个前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门槛凉的状态 这次也是应该算量产车底非常夸张的一个状态啊 可以看着一个11目的门槛凉 我的天 都是为了强度 这个呢 当然更多就是为了侧碰的一个强度啊 像这样的11目的基本上量产车是很难得能一见的啊 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里面 防火墙里面的一个受力引导的状态呢 也是采用这种高强度钢跟这个成型钢啊 这个主要的A柱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内衬板呢 里面也是 对吧 这个强度是非常夸张的 这热成金钢 保证一个座舱的完整性 然后再往里看 像这些状态呢 其实可以看着啊 它的一个受力引导的状态是 通过纵粮往里切 切完之后靠强度往外分散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是为了保证一个座舱的完整性 那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好玩 就是我们可以看着 底部跟壁柱差不多是重合的一个壁环的状态呢 也是有一根梁 那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把这根梁坐在车身里面 但是Mega的做法呢是坐在车身外面啊 牺牲一点点这个电池包的一个空间 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证地板纯平 然后纵向的一个分散路径也可以看着啊 车内是四根 还有这个11目的门槛凉 夸张离谱 那这些都说完呢 其实可以看着二排啊 测滑门这个位置 它也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把材料什么的都是换掉了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做MPV测滑门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滑门失效的问题是存在于这个轨道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呢Mega也是有针对性的对于整个的这种滑轨 全部都是有一个加强的啊 到后面还可以看着啊 这门槛凉非常夸张 11目 行 那这些说完呢 其实我们再往里看啊 还是有一些看点的 比如说后部 后部呢 其实整个这个后轮拱部分啊 很有意思 它采用了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 就是现在心事厉害 用的一个压住件啊 那这个压住件呢 它是一体成型的 而且强度呢 比较高 所以说呢 就好几十个零件变成一个 优势是挺明显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 Mega做的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玩的点 就是它虽然说这个压住件用上了之后 但是它尺寸啊 并没有沿到这个轮拱的位置 为什么这么做呢 其实一方面就是在强度够的时候 我这样的一个压住件就够了 二一个就是如果我要坐轮拱这个位置 其实对于后期的一个维修角度 那你的成本是受不了的 然后压住件往后呢 两根纵梁 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后部的防撞梁 为什么这么做呢 后部安全嘛 对不对 那这个也就解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Mega这个车没有坐一个后翻折的隐藏座椅 因为那个样子的话 我是要侵占掉后部两根纵梁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这么一来呢 它们是属于保证了安全性 但是牺牲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实用性 除此之外 最后要讲的一点啊 也是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看着这个白车身的这个侧围 和白车身的一个连接方式 你看Mega的侧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蒙皮侧面 可以看着啊 后半部分其实是用四根加强梁 配合底下的一个这个负压窗 实现了一个强度的配合 所以这车 你让我怎么评价呢 我是觉得在看白车身之前呢 我觉得它设计非常有意思 那看完白车身之后就觉得 哇天哪 真的就是不计成本的 在堆料堆结构 对吧 包括甚至于刚才跟我讲说 这这底下都埋着各种各样的一个 重量的一个加强的状态 只能用离谱来形容吧 这应该是我见过 强度也好 刚度也好 就是近古时最离谱的 MPV白车身了